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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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只精选股份是比亚迪的1211 选选原因是比亚迪12月份新能源车的销量 按年增长超过两倍至94,000架 2021年全年总销量按年增长218%至603,000架 销售表现强劲 市场看法上有关旧借补贴按年削减三成的消息在市场发酵 瑞银以现时内地主流的电动车车型计算 旧借补贴退波30% 落到最终售价影响大约1%至5%之间 车企可以消化补贴削减影响的同时 虽然预期市场需求不会因此大减 只出汽车买家逐渐转投新能源车的怀抱 不单是因为发牌限制、够置税、减免和补贴等有因 亦是因为对产品、产品抱有更加强烈的兴趣 花旗引述比亚迪说 集团西安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故此预期公司一月的有效工作天数、产量和销量 可以较12月有所改善 与此同时 该行点出纳比亚迪12月积压大量订单 超过20万架订单上代出货 花旗将比亚迪2022至2024年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预测 分别上调130万、175万和200万架 意味2022年比亚迪销量增长115% 花旗将比亚迪H股目标价由536元上调到587元 重新买入评级 策略建议上受制于补贴退波消息的发酵 联储局议息记录的鹰派言论等 多项内外因素夹击下 比亚迪上周跌了7% 收报247.2 未持货者可留意233元左右买入 上网280元的失手200元便要指示 第二个精选股份是领展823 选择原因是受到防疫措施收紧的影响 领展股价受压 反而造就低级的机会 领展今季第一个大卖点 就是憧憬本地零售复苏 但防疫措施收紧影响市民外出的意欲 更加令中港两地通关的时间表进一步推辞 市场自然联想到 整体零售业复苏步伐将会放慢 并且为收租股大力冲击 不过瑞银报告认为 本港今次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短期不利本地零售和收租企业 但预料市场已消化新冠疫情重源影响的可能性因素 并且将疫情潜在风险因素反映在股价之上 值得留意的是 瑞银说当前大部分零售收租股 例如领展、九仓置业和新鸿基等 股价已低过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的水平 意味现价已相当吸引 领展1月5日当日 上周股价突破70.4 创一个月新高后 5后因为传出政府公布禁堂食的消息 股价即时掉头向下 不过上周收报67.9 全星期计只是跌了1.3% 表现硬正 如果今个星期领展进一步回调 就可以考虑陈地吸纳了 一起看美股的分析 《投资理财》周刊专栏作者梁耀康·Dave 认为福特三个亮点可以超战Tesla 第一 如果按汽车类别划分 福特上个月全电动车销量创出全年记录新高 大卖12000架 急升超过一倍 福特说去年他们全电动车销量仅次于Tesla 福特已经为未来几年做好部署 准备挑战电动车市场龙头 产能方面已经做好配合 目标是两年后 整体电动车的年产能达到60万架 公司已经找来南韩伙伴SK Innovation合作 投资114亿美元建厂生产电池 以确保未来有稳定的供应 第二个亮点是皮卡车和货车 综合全年F系列一共卖出72万6千架 连续第45年成为美国最畅销的皮卡车型 同时连续第43年清大美国商用货车市场 有超过110年历史的福特更加重要 是有一批忠诚的美国客户 Tesla在电动车市场地位超然 不过福特如果要爬头也不可能 首执全美皮卡和商用货车销量之冠 在众多汽车製造商中 应该是最具潜力挑战一哥地位 第三个亮点是 首先走出供应链瓶颈的阴霾 疫情之下全球汽车晶片短缺 各泰车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福特也不例外 虽然如此 但仍处于美国市场三甲 销量仅次于通用和丰田 说到估值 Tesla现在的市盈率超过170倍 福特十分一都不到 市盈率只有12倍 仍停留在传统汽车股的水平 百年老店不是要创造神话 而是转型 暂时看不到美国市场对他们品牌的利器 现在估值属于非常吸引 随着电动车销售占比逐度提升 要超越龙头不是梦 起码估值就有上条的空间